我上來都 我說這樣 都爬不爬 都爬不爬 都煩惱 比方說美洲那個什麼印第安 大峽谷 草木不生 台灣也是這樣 非洲澳洲都一樣 有山沒有水 因為那個山是很粗壯對不對 他那個瀑布我們會去爬 那瀑布吸水很小很少 你懂意思嗎 山大水小 名多汗 可是你如果是 有水沒有山 交涉盈利之徒 比方說紐約出海口 那不算你把水抖 只能靠人為的喔 只能靠人為的 懂我意思嗎 如果水比較多 山比較少 水氣擋不住 人家看有價就是交涉盈利 是這個意思 比如說紐約 水氣盛 水氣盛生氣勃是政治 是經濟中心 就是當口音的 是那個意思 所以這句話在形容什麼呢 買房子要種水 水你收的進來 處理的好 那你賺的錢比較容易存得住 你的理財判會比較正確 是這個意思 這個 這個比較深 就是我去講解 那個你怎麼 其實我們今天喔 不是只看一個財圍 那比較懈意 那一問看 對焦仙是財衛不太簡單 很簡單的 第一書要包起來 財衛是一個 廣泛的一個概念 就是很簡單 第一你一定要陽光空氣水 這個是現在陽仔水的觀念 你一定要乾淨整潔 再來理氣 再來看這個門 你要什麼東西要擺什麼位置 第一個物理條件 乾淨整潔 整齊齁 這個一定要具備 用一個反方向的例子 全世界的貧民窟都有一個同樣的現象 叫做雜亂 印度有一張圖 這裡是守護 這裡是貧民窟 守護一間 這裡差不多幾千間的那個面積 守護一間 有一張圖 那張圖我現在找不到 隔一道牆 這裡是貧民窟 幾千間的齁 雜亂 骯髒 什麼 那個什麼神龍師 你們都不能亂 你們都如果這樣亂 不經濟 不經濟 你們那些白災尾不好 你的物理條件 陽光充足 通通要順 要乾淨整潔 再來布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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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